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0年 郭鲁归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修 抗战爆发后 郭鲁归受到沉诚的赏识 被纳入心腹 内战中 郭鲁归被提拔为国防部作战厅场 期间 郭鲁归与中共重新建立了联系 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 攻击中共中央 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敌军 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见起功 不过 郭鲁归被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 早有人暗中察觉 这人就是国军名将 时任徐州桥总副总司令 兼第二兵团司令官的杜玉明 1948年春 郭鲁归刚被提拔为国防部作战清掌 杜玉明就对国防部参谋宗长顾助同说 郭鲁归与解放军有联系 反对他任作战厅厅长 顾不同自然不信 反而批评杜玉明 让他不要疑神疑鬼 杜玉明知道自己搞不掉郭鲁归 也不敢相信他 所以 他不但不让郭鲁归 参与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 自己的作战方案 也不给郭鲁归知道 如果被郭鲁归知道 他就放弃原方案 不予执行 杜玉明还特别警惕郭鲁归 当他在国防部向顾助同汇报工作时 如果郭鲁归在场 他就不做汇报 顾助同看到杜玉明这个样子 就劝说 黄埔决生之间不要闹内讧 一 位局势已经到这地步了 自己人再闹内讧 就咱没办法了 顾助同是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 而杜玉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郭鲁归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 他们有失声之意 因此顾助同有此一说 杜玉明见顾助同毫不怀疑郭鲁归 就转而直接向蒋介石反映情况 可是 蒋介石早就将郭鲁归 是为手下难得的军界精英 非常信任 加上杜玉明手中确实没有证据 所以 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杜玉明的话当回事 那么 既然杜玉明根本就没有证据 他凭什么说过鲁归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特攻呢 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 杜玉明对蒋介石说 郭鲁归生活简朴 作风连接 比我还简朴连接 一看就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生气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国民党里面就都是贪污犯了吗 连接就是国民党 就是共产党嘛 杜玉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但是 杜玉明对郭鲁归的怀疑 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9年 杜玉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进入战犯管理所 接受长达十年的改造 1959年12月4日 杜玉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获得特赦 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5月7日 杜玉明因欢慎衰竭在北京逝世 逝世前 郭鲁归前去探望 杜玉明抓住郭鲁归的手说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 这时候 郭鲁归的身份仍然没有公开 所以他只能告诉杜玉明 我们是属于证件不同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不郁明满意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